很多同学在用香薰油时 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究竟哪些香薰油不能日头用呢?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听到有些说法 日头是不适合用精油的 这个说法来自于某些精油含有成分 会引致光敏 什么叫光敏呢? 如果我们的皮肤接触到这些会致光敏的成分 然后再去晒太阳的话 我们的皮肤就会对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的反应会大很多 于是乎就会产生轻微的容易晒黑 重质就有可能是灼伤你的皮肤 但其实各位同学可以放心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的精油塗完之后 你没有去晒太阳的话 其实任何的精油都不会引起光敏的 引起光敏性的一些成分 最主要是一样东西叫做伯格天 中文叫做香金耐滋 这一类的一个化学成分 就会在一些金骨类的精油里面是会比较容易找到的 而这件事如果我们塗了皮肤 就会有机会引起我刚才所说的光敏反应了 那究竟哪些精油才含有这一种的香金耐滋成分呢? 根据NHA的发表就有以下这几种的 第一就是有一种叫做欧白纸巾小茴香 这两种其实都不是一些金骨类或果皮类的精油 但它里面一样都会有这些智光敏的成分 所以这两样东西大家就不适合在晒太阳之前去塗的了 另外就是一些冷压出来的金骨类精油 但是金骨类精油其实都不是每天都有这个智光敏性的 有些内脂成分比较低的那些其实都没问题的 但大家要留心就是几样东西了 第一种就是伐手甘 第二种是柠檬 第三种是青柠 第四种是苦橙 这四种的精油 它那个果皮如果是由冷压的方法来拿到精油出来的话 它里面含有这个内脂的成分就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这一类的精油是不适合日头塗完之后你会再去晒太阳的 一些比较危险性的其次就会是西柚 西柚如果你只是塗完正常日头出街 应该都不会太大问题的 只要你不要去曝曬去晒太阳就可以了 另外其他那些精油 譬如甜橙或者蜜金这些 其实光敏性是非常之低的 只要大家适当地稀释它来用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所以我们说精油或者其他材料是否光敏呢 我们会看它的化学成分里面有否一些智光敏的成分 所以就跟它的香味或者是跟它的名字是没什么关系的 譬如大家可能会听过有柠檬香茅 听到有柠檬这两个字就可能觉得它会光敏了 又或者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维他命C的东西就跟柠檬有关系了 所以维他命C是不是都会光敏呢 其实是不会的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譬如有些是个字里有柠檬的字 譬如叫做柠檬希 柠檬希可以在柠檬或西柚或橙那里拿出来 但柠檬希本身是一种精油里面的成分 它其实不会含有这样东西的 它是另一种成分 所以柠檬希基本上是不会智光敏的 今天解释了这一样东西给大家听之后 下一次大家再选择精油的人就可以留心了